拥有百年历史的彰化火车站 居然有一条秘密通道可以直接抵达月台 但现在被大家发现 没有人量体温也没有实施实名制的管制进出 好多人担心这条秘密通道会不会变成防疫破口 民众背着背包拿着提带要赶火车 却不是走到火车大门口 而是走到一旁的秘密通道 直通彰化火车站月台不只是行人 就连机车也能从秘密通道抵达车站的第一月台 尽管通道入口有铁门还有告示牌 明确告知通道是给台铁员工使用 但门没关上告示牌也形同虚设 被民众抱怨根本是防疫破口 他就是没有就是增进那个什么 那个少QR口这样子 对啊然后也没有量体温 投票很严重就是他们有时候 这些外导都会从一些比较细风就钻出去 去门开去啊 人家要出去 来来去去 而这条通道其实是给电力及电务人员进出使用 非台铁员工不能进入 现在已经拉上闸门锁上大锁 希望民众别再误闯 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话他没有办法 透过这个管道通到我们外面的连外道路 针对这样的民众做体温的量测 并且要求实验制 那并且是购票乘车 彰化火车站为一等车站 疫情爆发前日运量约两万人次 现在疫情期间每天还是有将近五千人次进出 要是因为这条没人管的通道 酿成疫情破口 后果实在难以设想 记者带入冒章话采访报道